7月30号 A股收评视频 大家好 收网财经 全年成交6000亿 量能依旧低迷 但个股最近这4天出现了异动 连续4天赚严效应还不错 其中有2天是超过3300股上涨 其中有一天上涨股费加数超过了4400加 那么这背后是上证50指数的七连因 和中证2000指数的四连羊 也就是说全中股在下跌 中小盘股凸显出来机会 所以4天赚严效应还不错 那么今天说明视频 我们继续来聊指数 聊5个 护指 科长50 护身300 中证2000还有恒生指数 其中护身300跟上证50观点基本一样 第一次听我视频的朋友来点一个关注 老粉丝们记得点赞收藏我这一视频 好 第一个指数我们去聊一下护指 上证指数 今天是低开创新低又收了一根长向性 连续4天长下影 那么收盘价呢 还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目前依然是一个下跌的结构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盘面 震荡指标今天还是绿色度 而且重心在继续的下移 那么谈5点思路 第一点思路 连续4根下影线 企稳信号并不是很高 就是它的确定性并不是很高 那么如果接下来能够再来一根长下影线 无论是否创新低了 只要能够再来一个长下影线 我们才可以视为去确定性比较高的企稳信号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思路 权重股目前还是下跌节奏 一会我们会去聊护身300 目前还是下跌节奏 那么中小盘股的凸显机会 明天周三预计还是这种状态 好 第三点思路 对于谨慎的股票来讲 我们等 等震荡指标在这个区域出现油绿变红 在这个位置出现油绿变红 出现绿变红了 而且红色度大于绿色度 然后再考虑抓反弹 成功率会高一些 这是前三点思路 第四点思路 我们要谈一个数据了 一个是7月份的PMI数据 在明天上午9点半公布 另外一个是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定 在周四的凌晨点点要公布 所以这两个数据将在周三跟周四影响到排面的走势 而这种两个关键数据的出炉 那么其实我倾向于什么呢 空间上 以及时间上 互指距离底部其实很近了 很近了 我们在周六的直播里面 包括在周一的视频里面 我们去强调 说空间上距离底部很近了 那么时间上最快一周 就是本周 最慢三周就会出现一波像样的反弹 例子于这样一波反弹行情 所以现在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各位 现在是积极的去筛选股票 去先放到你的自选股里面 去清大盘 重板块 重购物的阶段 先准备好你的股票池 先选好你的标的 等大盘 起稳明确了 反弹明确了 天时出现的时候 你的地利一定要准备好 就是你一定要准备好合适的股票 以及人和你要具备 就是你的仓位要合理 你不能说现在已经满仓 已经重仓了 那不行 对吧 所以等天时 然后你自己要准备好地利 合适的股票 人和还有合适的仓位 提前做好准备规划 那最后一点的话 我们还要谈短缘仓位 目前的盘面 其实短缘仓位四成 其实就可以了 那么等起稳反弹信号之后 再加仓 一定要去明确好底线 明确好小止损 好吧 就是我们可以去逆势找反弹 但一定要去明确好小止损 就是错了 一定是小错 可以以小博大 但千万不要去以大博小 好 这是上次指数的分析 五点思路 供各位去参考 再聊个指数是互适300 互适300在上周四 明确的头肩顶的下跌结构 为什么说是上周四呢 你们可以听一下 我上周四的收听视频 因为在上周四 它的最低点 刺破了这个低点 刺破了颈线位 所以明确的头肩顶的下跌结构 那么在上周四 我们就跟大家讲 头肩顶结构之后 如果按照1比1的幅度往下跌 空间是很大的 但由于A股是政策式 互适300空间上 估计跌不了那么多 但是时间上至少有四天 我们是看下跌节奏 至少四天我们看下跌节奏 好 至少四天看下跌节奏各位 那么现在是 今天是第三天 对吧 上周五 周一 周二 第三天了 那么明天周三 尾盘就正好是第四天 对吧 明天周三尾盘就正好第四天 所以这个下跌节奏到明天时间点上基本上就满足了 那么时间点满足了 那么就要考虑空间了 在空间上 如果明天周三的尾盘能够去出现一个长向线 如果明天周三尾盘 互适300能够出现一个长向线 我们可以去小仓位的去逆势的去期待有反弹 当然底线要清楚 底线就是最近的最低点 就是今天最低点 或者说是明天最低点 好 这是互适300的分析 下跌时间在明天周三尾盘 基本到位 那么空间上的我们去等待一个长向性 好 那这条客帐50 客帐50指数 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大家看一下 目前还是一个下跌节奏 对吧 目前还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这点没有变 震荡指标今天是出现的由绿变红 但要注意这个红色度很薄 看到没有 昨天的绿色度很厚 今天的红色度很薄 我们谈思路 我谈思路各位 再等一个长向性 再考虑反弹 因为今天这个红变绿 这个绿变红 有效性不高 有效性低 有效性低 所以再等一个长向性 才可以考虑往上游反弹 好 否则的话 这一类K线图 就类似于客帐50这种走势的K线图 不适合去进行短线的技术哲实 好吗 它不适合去进行技术哲实 那就是说找不到合适的买点 好 然后再聊一个是中正2000 中正2000指数走出四连样 对吧 走出了四连样 上正50是走出了七连一 而中正2000走出四连样 一个是权重 一个是中小盘 那么中小盘股 中正2000指数 今天的成交量出现了放大 是创了过去11个节日 11个节日是多长时间呢 就是半个月时间 半个月时间最大成交量 那么超过了20日均量线 今天 但价格价格今天是受阻于这条红色的20日均线 这里20日均线有多压力 这里同样说是有一定压力 好吧 那么正当指标的话 是走出了三连样 等一下 好 震荡指标这里是走出了三连样 对吧 三连样 三根红柱 但是依然是处于这个震荡指标的中轨下方 而且呢 在过去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往上移一点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 震荡指标始终是处于中轨下方 好 这是目前的盘面 那么中正2000 目前价格层面上呢 还是个下跌结构 低一点在降低 对吧 还是个下跌结构 十日均线 二日均线角度还是向下 所以我们看思路各位 第一个思路 收盘价 中正2000 没有去站上二十日均线之前 不排除会再创新低的风险 好吧 只要收盘价没有站上二日均线 不排除再创新低的风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承认 我们要承认的确一部分的中小票 跌出了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 最前线还不错的原因 而且也出现了放量移动 的确有出现一些机会 但是类似于中中2000的这种K线图 就类似于这种类型的K线图 不值得去关注 你只需要关注这种 移动放量强势股回调之后的机会 所以简单讲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 轻指数重视个股机会 这是A股的四个指数 这回一个去聊一下恒人指数 那比较恒人指数之前 还是希望各位点赞 关注往财经大A 也可以去在明天早上 9点 9点多 去听一下我的直播 好吗 然后我去聊一下恒人指数 恒人指数今天是个下跌 滴开滴走 目前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我们预计还要往下跌 我们预计还要往下跌 然后一句话 恒人指数在没有站上20均线之前 不关注他 好吗 就简单一点 没有站上20均线之前 不要关注他 不确的性很大 预计还要往下跌一跌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7月30号 刷盘之后 对于指数的一个点评 最后还是点赞 关注 望望财经大A 再见